我弟有割了我一刀 然後讓我留下永遠的疤痕 現在還在 那時候我媽媽就是 不懂的帶我馬上去縫 你知道 我們在搶那個美工刀 然後就繞著桌 餐廳這樣繞著桌子跑 然後美工刀被他搶去 他就突然回頭來 就被他搶去 就突然回頭來就畫了我一刀 然後就就這樣這樣子翻開 這樣血流如柱這樣子 那當時他也沒有就是說 你又覺得你弟弟不對 我覺得應該要把我弟抓去關 對不對 你這個是傷害罪 為什麼沒有 然後我就覺得有點蠻不平衡的 可能我就到了十五歲 十四歲 十五歲 十四歲的時候 我幾乎就不跟我弟講話了 十三 四歲我就不跟我弟講話 就是回到家裡就把他當空氣 冷戰 然後也都不理他 他也不在乎 對 他也不在乎 他當然不在乎 然後問題是 常常我因為這樣子 我又被我 我也很倔強 然後我又被我爸媽唸 我小時候的確有這樣子的感覺 因為我父母都是一個很傳統的社會出來的 然後我覺得小時候就我家有三男 三女一男 然後 那男的一定是寶 對 然後我就會覺得就是說 為什麼我們女生都要做家事 要輪流做家事 而且沒做家事還會被責罵 然後為什麼弟弟 每次該到他做家事的時候 他也不做賴皮 我媽媽就給他扣扣下去做 然後都沒關係 然後最後索性我弟也不用做了 然後我媽總是說他是男生 學做家事幹什麼呢 對不對 女生就要學做家事 弟弟是家裡最小的 弟弟是老三 對 然後有好吃的東西 有時候也是弟弟先分 然後弟弟會把冰箱我們的份 該我們的份都先偷吃掉 偷吃了 也沒事 對 然後我們就去跟弟弟吵架 去跟媽媽告狀幹嘛的 結果也沒什麼事 所以我覺得就是 我們就是從小 我們姐妹都會覺得 都會跟弟弟去 去Gate 你知道嗎 會計較 然後都會覺得說 為什麼這麼不公平 然後為什麼都說我媽重男輕女 可是你責備我媽重男輕女 所以我媽又不承認 可是明明在這些事上 就是很明顯的 但是這樣子 因為你們有三個女生 對 一個弟弟 那這樣你們三個 會不會聯合起來 就私底下會去弄他 其實就是我弟弟還滿強勢的 就是我弟弟很兇 所以只要我們跟他吵架 然後以致演變成打架 我們真的都打不贏他這樣子 三個打不贏一個 打不贏 我妹妹比較小啦 然後真的是打不贏他 所以我真的覺得說很無奈 然後也就是說 我從小就是 常常跟我弟吵架這樣子 然後又發生了一件事情 就是我弟有割了我一刀 然後讓我留下永遠的疤痕 現在還在 然後再啊 又是那時候我媽媽就是 不懂得帶我馬上去縫 你知道我們 我們在搶那個美工刀 然後就繞著桌 餐廳這樣繞著桌子跑 然後美工刀被他搶去 他就突然回頭來就 被他搶去就突然回頭來 就劃了我一刀 然後就這樣這樣子翻開 這樣血流如注這樣子 當時他也沒有就是說 沒有覺得你弟弟不對 我覺得應該要把我弟抓去關啊 對不對 你這個是傷害罪啊 為什麼沒有 然後我就覺得蠻 有點蠻不平衡的 可能我就到了十五歲 十四歲 十五歲 十四歲的時候 我幾乎就不跟我弟講話了 十三四歲我就不跟我弟講話 就是回到家裡就把他當空氣 冷戰 然後也都不理他 他也不在乎 對 他也不在乎 他當然不在乎啊 然後問題是 常常我因為這樣子 我又被我 我也很倔強 然後我又被我爸媽唸 反正我就是把他當空氣 那真的是到了十五歲的時候 我們全家移民到阿根廷 那那時候 移民到一個陌生的國度 我才慢慢覺得說 好像該懂事一點的 該把這個兩三 真的是兩三年沒講過話 一句話都沒講過 所以有時候父母 好像太重男妻女 其實也是會造成 子女之間的一些問題 對 它就造成 我們跟兄弟姐妹之間的不和 然後再加上說 我們也會因為這樣子去 去 我會 雖然說實在 我小時候是有點怨對我媽媽的 但他後來也滿懂事了 他有跟我們道歉什麼的 我們後來都有和解了這樣子